被破译 终于让货轮脱困 目前的花费大概将近300万美金左右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船东 跟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球场的一个动作 相关单位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卸下大约1600顿货物 趁满潮才顺利将货轮拖出去 目前没有漏油造成油污的现象 货轮也会在台东确认船体没有问题后 预计会拖往高雄港整收 预计会拖回延收